AZ疫苗 最快下週抵台 不過馬上就有醫護憂心 會有巨大潮 AZ疫苗這歐洲常過來的是 會到痠痛需要請好幾天假 這種不舒服 那可能大家就會心裡 會比較懼怕 我代表一個醫護人員的心聲 就是會到痠痛 希望是以摩德納和輝瑞疫苗為優先 台灣醫護坦言會懼怕 因為歐美 中國等地AZ疫苗 副作用頻傳 瑞典和法國更已經暫緩施打 雖然首批疫苗優先給台灣 超過33萬名醫事人員施打 但恐怕意願不高 醫師那你自己會打AZ疫苗嗎 如果選擇 對 其實現在要不要選擇打AZ疫苗 大家也會心裡會想 會不會要寧可他們想 比較想要等三個月 三個月後就可以打摩德納疫苗 那他們現在急著這三個月打AZ疫苗 似乎好像不太明智的選擇 醫護去打潮 恐怕也會間接影響民眾意願 不過指揮中心諮詢委員李冰穎 還是建議醫護人員處在第一線 風險高應該要全面施打 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應該是要接種 某一種的那個新冠疫苗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AZ疫苗不可 不過就是說 醫護人員站在第一線的話 這個得病的風險歷史是比較高的 最近疫苗不是只有一種選擇 隨著首批AZ疫苗月底底台 施打率也成為挑戰 新秀特朗學S&G小組台北報導